那我先來說說為什麼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時候呢 還是要來泰國 因為這次呢我是拿 XXX 簽證進來的 哈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由泰人克里斯 Have a good time 這一集呢就是要來分享 惡度來泰國的 其實呢我真的是 我已經前進化後呢已經隔離了三次了 我真的是已經受夠了 而且我覺得這次呢有點不走運 因為原本呢泰國政府 就是有Tesna GO的政策 所以呢其實來曼谷呢 只要檢測是陰性的話 在飯店住一個晚上 隔天其實就可以自由活動了 都是Omicron的關係 所以呢政府臨時呢把Tesna GO取消了 然後呢 讓我呢變成又必須要再隔離一個禮拜 我自己覺得啦 隔離一個禮拜對我來說還可以 在風與不風之間 還沒有真正的暴走這樣子 所以呢 勉強可以接受 可是呢 荷包呢其實就是蠻傷的 可是呢 據小道消息說呢 Tesna GO呢 很快又要再回來了 所以 我是不是這樣的衰 就是呢 剛好就是沒有搭上這個政策 言歸正傳 就來說明一下出國前 需要注意的事項 出國前呢 你必須要先準備幾個東西 第一個呢就是 疫苗證明書 不是所謂國內那種小黃卡喔 我特別還去塔拉醫院的 家庭醫學部的旅遊醫學門診 去申請了國際的疫苗黃卡 我還付了600多塊的樣子 那時候還拿到的時候就 喔好高級的疫苗卡喔 然後呢 你必須還要買價值5萬塊美金的旅遊保險 那這個呢 好在我呢 在去年的3月的時候 就可以買好一整年的保險 然後還有 還有COVID這個項目 所以呢 我保險這一塊呢 就不需要再買了 還有你必須要宣訂機票 然後呢 你還要簽訂好 防疫旅館 防疫旅館呢 我上次呢 其實是需要隔離15天 那這次呢 只有8天 所以硬生砍一半 雖然還是有點負擔 可是起碼比上次還要好 然後一樣是前三天呢 要去PCR檢測 那最後呢 就是要去申請Talent Pass 那Talent Pass呢 必須要有以上的一些證明 才可以去申請 所以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交給我的代班Max哥 那Max哥呢 其實就是 打成我去年3月的時候呢 要去辦理 特殊旅遊前STV的所有的文件呢 我都全部一手交給他去準備 所以呢 老實說 我省了非常多的事情 如果呢 影片前的你們呢 以後呢 有任何的需求 想要辦一些文件啊 簽證啊 什麼的一些 項目不清楚的話 全部都可以問他 他的官方欄呢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歡迎大家去騷擾他 OK 那接下來呢 就要聊聊我隔離的一些細節啦 一進房間旅館前呢 他就會把你先做第一次的PCR 然後呢 結果會在隔天通知 然後呢 他同時呢 也會讓你加這個旅館 配合的醫院的官方的LINE 所以會有一個專門的護士 去跟你做聯絡 跟以前一樣 就是每天呢 要早晚量兩次體溫 然後呢 早上一次跟下午一次 然後還要去在LINE裡面回報 好 這個飯店的 三餐呢 比較特別一點點 像上市的隔離酒店呢 我是一開始 抵達前 我就先勾好我要選的餐點了 那在這飯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來這邊呢 他就會給你QR Code 然後你去掃 有一個QR Code呢 是掃菜單 所以讓你知道說 裡面所有的菜單 有免費的也有 額外必須要付費的項目 另外一個QR Code呢 就是 訂購的表單 所以你每一天的前一天呢 必須要去訂購隔一天的三餐 那三餐裡面的早餐呢 有美式的 有沒有肉的料理 也有中式的 有咖啡果汁可以讓你選擇 中午呢 有一些西式的餐點 也有泰式餐點 然後也有素食可以選擇 那 點心飲料或水果呢 就是三選一 那晚餐呢 也大概是這樣的項目 那可是我自己覺得菜色呢 沒有向上是那麼多樣化 不過呢 整體來說其實是蠻好吃的 所以呢 我覺得餐點部分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至於運動方面呢 其實它的隔離酒店呢 沒有那麼嚴格 就是你第二天 有陰性證明之後呢 第三天開始 你就可以每天呢 預約去健身房 可是健身房呢 沒有一些重訓的器材 只有呢 齊飛輪而已 呵呵 第四天就有一次的客房服務 就要幫你打掃啊 清潔 之後呢 第六天呢 就會做第二次的PCR 那這次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護士呢 會來我的房間 然後呢 用迅雷夫妻間的速度呢 迅速的 出我的皮口 然後呢 結束第二回合 那結果呢 也是 隔天會出來 那當然呢 現在呢 拍這部影片的時候 已經是我隔離的第七天啦 想當然爾當然也是陰性啦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 我在隔離期間呢 都做些什麼事吧 在影片的最後啊 我也有一些想要對大家說的話 因為畢竟呢 經營頻道也快要一年了 心裡面有很多的感觸 然後呢 把泰國的目的啊 然後以及未來的規劃呢 全部都在影片的最後面喔 所以請按讚走開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走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Fulls Fulls Tamai 龍頭 Miche Jumman Tamani Fulls Fulls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I ask the only question that I have to take for you 今天呢是隔離的第三天 因為昨天呢拿到了陰性證明 所以今天呢就可以去騎飛輪 所以呢我已經換好裝扮了 等一下就要去運動 要拯救我呢無可救藥的體脂肪 這就是飛輪 練完了非常的累 洗了暗子噴到飛輪 然後呢你看我的汗 這麼誇張的汗 這就是努力流過的汗水 現在呢要回去洗個澡 怎麼做的 I say to look at my spes hey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I say hey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I say hey do you feel the way that i do? 今天是18號隔離的第六天 等一下要準備做第二次PCR的篩檢 跟上次隔離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次護士會來我的房間幫我坐 所以是一種道府服務的概念 所以我只需要在這邊等他們就好了 輕輕鬆鬆 好現在要來幫我檢查PCR 渾聰 渾聰 我不能來看 噢 不能來看 OK 渾聰明 喔 六張 聊來聊去嗎 OK 渾聰明 謝謝大家 就這樣結束了耶 空虛這樣 反正明天就是等結果 如果結果OK的話 時間到晚就可以出去了 看到了影片有沒有覺得 哇 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無聊呢 那接下來就是要交代一些未來的走向啦 那我先來說說為什麼 在疫情那麼嚴峻的時候還是要來泰國 因為這次我是拿工作簽證進來的 其實克里斯是在去年在泰國的時候 就跟幾個泰國當地的朋友 一起開了一間泰國公司 因為要辦工作簽證嘛 所以就必須一定要飛回台灣 當時泰國的疫情呢非常嚴重 一度高達了兩萬人 然後那個時候疫苗呢打不到 所以那時候我打算 一方面呢回台灣打疫苗 一方面呢就是要申請工作簽證 所以呢我在去年的8月就回台灣了 回台灣呢當然也隔離完了嘛 然後也順利打完兩劑的疫苗之後呢 後來就是再申請工作簽 因為泰國這邊的商務簽證呢合法下來了 所以只給我一個月的時間 就要入境泰國 所以呢我已經在壓底線的期間之間的廢來泰國 甚至連農曆年都沒有辦法跟家人一起過 那公司的業務內容呢會慢慢的透漏啦 其中的工作內容呢就是可以辦理 所有在泰國這邊的長期的簽證 舉凡呢 養老簽證啊 留學簽證啊 或者是義工簽證啊 還有其他等等的 所以克里斯都可以幫你服務喔 大家可以先在我的IG好嗎 一方面追蹤我一方面呢 如果有任何需求的話呢也可以跟我聯絡 那接下來呢就是感性的部分了 感性的部分呢 必須要有一些 足性的飲料 登 乾杯 乾杯 一方面呢有一些話想要對大家說 一方面呢就是 兩次檢查都殷勤 所以要慶祝一下 其實呢開這個頻道呢 默默的也快要一年了 首先要先謝謝 各位支持我的朋友 雖然不是那種爆充型的頻道 可是呢慢慢從零開始到現在 快要兩千的追蹤人數 其實我覺得很滿意很開心了 如果你們都一直在看我的影片的話 有些發現從第一步到現在 都有花一些心思去研究啊 然後在想怎麼樣可以拍得更好啊 或者是更好的呈現 雖然我做的影片呢 沒有辦法跟那些專業的剪片師比 如果你有仔細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會發現 每一個時期在做那個影片的當下 其實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就我那個時候的能力所及 盡力的把影片剪到最好了 那當然還有很多可以值得感激的地方啦 那也歡迎大家呢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也有發現 有些影片呢 觀光量非常的高 有些呢還好 有些很差 不過都沒有關係我覺得 因為其實 這些呢都是我 打動戲裡面想要拍的主題 很高興的是 我有順利的把想要拍的主題呢 把它拍出來 那中途八月的時候有回台灣 那時候我花了一些心思在想說 我的頻道要怎麼樣在台灣可以繼續保留我的特色 以及呢 跟泰國的文化結合 所以呢 在這邊就要感謝我 泰文班的同學啦 幫我想很多的主題 然後呢 甚至還協助我去拍攝 然後呢 然後讓影片呢 變得更豐富 所以在這邊呢 要非常的感謝你們 此外呢還要感謝在台灣的一些店家 讓我呢 可以在店裡面拍攝 然後呈現呢 我想要呈現的影片 不管是邀請我去拍的 或者是我主動去接洽的都好 感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呢 讓我有機會可以從這裡面學習 那這邊呢 還要感謝 我的泰文老師們 感謝你們呢 就是在短短的期間內呢 教授我很多的泰文啊 幫我解答很多的問題 以及呢 給了我很多的資源 以及資源 那你們每一個呢 都對我非常的好 都非常的照顧我 至於外來呢 就會努力的把頻道呢 做好 有任何的批評指教啊 跟建議的話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而且呢 因為以前呢 我剪片的都是用Air 到後期呢 剪一段影片呢 都需要分享好幾段分開剪 非常的辛苦 為了呢 有更有效率的剪片 所以呢我還換了電腦 耶 聽說呢 M1今天呢 非常的厲害 那我其實呢 剪了以後呢發現 嗯 很開心 接下來呢 會繼續努力的把頻道做好啦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給我支持囉 那影片到了尾聲呢 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 因為呢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支持我 我很任性啊 做了很多很可怕的決定啊 我其實自己也覺得蠻可怕的 可是呢 一路以來呢 你們給我很多的支持 所以呢 我其實非常的感謝你們 好啦 那時間也晚了 然後呢 我待會兒就要休息了 明天就要準備退房了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者是你覺得這影片 對你有幫助的話 就幫我訂閱一下 按一下還有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感謝你收看 有太蘭克里斯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